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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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保证不会再让张兆和苦劳 还处处为他考虑 家里人的态度彻底动摇了张兆和 直至1933年9月9日 沈从文在北平中央公园 与他心目中的女神张兆和结婚了 差不多四年的时间 沈从文最终抱得美人归 图为张兆和与沈从文 长子沈龙珠 沈从文的九妹月蒙 幼衣的流影 拍摄于1935年 这位后来文明世界的乡下人沈从文天性浪漫 张兆和确要务实的多 他曾经写信给沈从文说道 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看头发了 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 为理由 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 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 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 能够活下去以示造法 图为沈从文写沈朱龙 沈谷出京香港 越南去昆明时 在北平所示库告的流影 拍摄于1938年 沈从文从一个痴情的好男人 婚后却变了一个人 1935年 婚后一年多的沈从文出轨家庭教师高清子 他谈到自己和高清子的关系时说道 当我爱慕与关心某个女性时 我就这样做了 我可以爱这么多的人于是 我就是这样的人 最终还是伤害了妻子张兆和 张兆和当时刚生下长子龙珠 后来一气之下回了苏州娘家 沈从文跑到梁家乡林徽因倾诉 最终深爱妻子的他及时刹车了 著名作家叶盛陶曾说过 九竹像张家的四个才女 谁许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家四千斤 性格迥异 她们的婚恋故事各有各的传奇 图为张家四千斤的合影 分别是张元和 张允和 张兆和 张兆和 后排又一张冲和 拍摄于1946年 此后 沈从文和张兆和 两人携手风风雨雨过了一辈子 张兆和2003年去世 享年九十三岁 著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小兆和2003年年即将其语统一到平原创文章 优优独播剧场上 didnt信任何学习统一语统一语统一语 这曲是上轻而言 李津尔松少也不受责任何语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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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ros